一转眼高秀敏已经离开我们13年了 不过他虽然人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的作品还在 高秀敏生前有很多经典作品 代表作有电视剧《刘老根》里的冰箱 《盛水湖畔》里的马莲 《小品》《卖馆》《拜年》等 这些作品都曾经让我们捧腹大笑过 直到今天再去看依然充满乐趣 2005年高秀敏突发心脏病离世后 关于他的纪念节目从未中断过 而他的前夫的一些事情 也因此被媒体有所了解 这个长相标志的小伙子 就是高秀敏的前夫李云喜 这是几十年前的照片 那时候的画质还很模糊 但即便是照片质量和现在无法相比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这个小伙子无比英韵的脸 对比现在那些画着装的娱乐圈小鲜肉 李云喜的这张素颜照 在颜值上 相比那些小鲜肉只有过质而无不及 这张照片是高秀敏和李云喜 在1980年拍的结婚照 那个时候的黑白照片 确实能够把人的颜值拉得很低 高秀敏那个时候只有21岁 但是从照片上看 就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不过我们还是能从这个照片上看出李云喜帅气的脸 李云喜是五生出身 他和高秀敏同为吉林省松原市的人 两个人因为演出的关系相识 相恋 结婚 高秀敏家里人都对这个帅气的女婿很满意 纷纷为高秀敏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颜值 有工作的老公感到高兴 李云喜和高秀敏一样为人仗义豪爽 他不但对高秀敏非常好 对高秀敏的家人也是很好 由于高秀敏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 他的兄弟姐妹条件都不好 尽管高秀敏和李云喜 自己也不是很富裕 但还是不淫于理的去接济高秀敏的娘家人 根据高秀敏以前在剧团的同事回忆 李云喜和高秀敏 在结婚前几年很恩爱 由于演出关系 两个人不在一起 当时的交通也不方便 李云喜为了看妻子要徒步走十几里路 只可惜这么严厉 这两个人到最后还是分道扬镳 他们在1992年正式离婚 李轩是高秀敏和李云喜唯一的女儿 李云喜对这个女儿也是疼爱有加 势如生命 李云喜在和高秀敏离婚后 心情一直不好 开始抽烟酗酒 在1997年得了肺癌 李云喜在得病后 一直安慰女儿 说到老姑娘 爸没事 爸是五生出身 一定能挺过去 李云喜在临危之际 最牵挂的人依然是女儿李轩 李云喜病危的时候 李轩并不在身边 李确认 李云喜在许可